好的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杨 看她今天带您去狙击哪些谣言 好的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带给那些电视机前爱美的女性们一些福利 还记得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教大家用这个硬币来检测化妆品当中是否含铅的行为吗 其实这种行为呢是十分不靠谱的 说起来爱美是女生的天性 相信呢电视机前有不少的女孩子都和我一样 在追求美的道路上 那可谓是一去不复返呀 不过呢有一句话说得好 秋天不美白来年黑成灾 在这秋高季爽的这个节气里呢 相信有不少的女生应该都开始琢磨实施自己的美白计划了 而面对市面上各种所谓的高效全能的美白面模 您是否心存疑问呢 有的商家呢为了抢人眼球 更是宣称三天有效无效退款 甚至还摆出了使用前和使用后的对比图 这个看起来的确是很诱人 不过他们真的有传说当中的那么神奇吗 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见证一下 我手里的这些面膜呢 就是我们专门从网上超市 还有商场里购买的几种不同品牌的美白面膜 他们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专程请到了三位美女志愿者 一会儿呢我们就给他们来试用一下 不过在试用之前我们要用专业的仪器给他们的皮肤做一个检测 也就是先检测一下他们皮肤的黑色素含量到底有多少呢 经过检测 一号志愿者的黑色素竖直为158 二号志愿者的黑色素竖直为136 三号志愿者的黑色素竖直为142 三天时间已经过去 我们再来用仪器检测三位志愿者的黑色素含量 检测结果显示 我们一号志愿者使用面膜之后 黑色素含量由158变成了156 二号志愿者的黑色素由136 上升到了139 三号志愿者的黑色素由142降到了139 那么三位志愿者的皮肤状况是否真的有了明显的改善呢 迅速美白的话 它真的是从外观上面 比方说我们敷面膜的时候 角质层含水力和增高 显得比较光或者比较白 那么实际上真正我们皮肤的黑色素代谢呢 它需要一个几十天的周期的过程 所以说如果没有添加伪浸品的正常的那个化妆品的话 它不可能在两三天之内达到美白的效果 您看到了吗 话说呢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其实美白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以后呢 您可千万别再迷信那些昂贵的美白产品 谢谢大家